好的主播从菲律宾海警船曝光的画面中可以看到 一艘中国海警船越来越靠近 两艘船距离不到一公尺 另一段空拍影像中也能清楚看到 双方距离不断缩短气氛十分紧张 菲律宾海警船六号公布多段影像 谴责中国海警船恶意逼近 迫使飞国海警船紧急停航 这起海上冲突发生在这个月四号 菲律宾派出两艘海警船和两艘小型商船前往仁爱礁 进行每个月的例行性补给 为当地的前哨基地提供物资 不过体积比商船大五倍的中国海警船 却将飞国船只团团包围 双方对峙长达八小时 而事实上近期中飞在南海冲突不断 这次双方船只最近距离 只有一公尺相当危险 南海主权问题持续冲击中飞关系 加深两国的不信任感 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消息主播